大家好我是DK 歡迎收看DK全腦交易打造勝利方程式 今天是5月24號 先祝大家週末愉快 禮拜五到了 這個公司在立法院旁邊 有一點點的熱鬧 有一點點的熱鬧 我不知道還發生什麼事情 還封街了 好 昨天的晚上 我們早上起來看到夜盤收跌了184點 台積電的夜盤的期貨跌了12點 大概佔了指數大概100點左右吧 所以今天開了低了 開低還好 開出來只跌了100多點 然後你就會發現很多股票 好像表現還不錯 我今天寫 紅海小兵衝鋒陷陣 中小型貴買指數 利拼紅棒 健翰光環 勵志 凱威 這個 來看這個紅棒 DK一樣沒有放過他 放在這裡 只是 今天我又說小了一點點 這個有留下了一個下影線 留下一個下影線 紅K 今天是不是說紅K 紅K 在這個月線上面 紅K就表示你的中小型股要賺錢 你的股票今天應該蠻多 都是漲的 都是漲的 我有兩個燈 我有兩個燈 我不知道 我忘記去看 今天大概有幾個 整個市場有上幾個紅燈 今天禮拜五 先度假 週末愉快 我們就輕鬆一點 讓DK輕鬆一點跟你聊這些 今天的盤勢的內容 有收到一些訊息 市場的訊息就是昨天跌了100點左右的時候 有一些賓師很認真 老實說真的很認真 我真的蠻欣賞這麼認真 100點就叫大家 小心一點 我們稍微要留意一下風險 我來看是小屋見大屋 你會不會太小心了 如果你是問我說2萬多點 我早上跟投資朋友開玩笑 我說2萬多點 晚上如果有跌600 你再叫我起來好不好 跌個1、200、2、300 你在緊張什麼 現在是2萬多點 好不好 不是1萬點 不是9800點 不要自己嚇自己 你這樣子就代表你覺得很難做 甚至你空手把資金水位拉高 你拉高幹嘛 你按表操課的人 你要等什麼 你要等什麼 風來你要承受風啊 你要承受風 而不是你想要閃東閃西 最後閃到腰 當你看著你身邊的人一個一個賺錢 你受得了嗎 沒有跌啊 沒有跌啊 5月快結束了 你還在那邊很難做 那6月你進來 我告訴你真的要回檔 這樣有嚇到你嗎 你又怕了 還是 你6月進來你會發現很多股票沒有下來最高 萬一這一根紅棒上去 你信不信你買的股票都有點貴了 好不好 一開始我先 我問你準備好了 我先送你三檔股票 我的節目就是發錢啊 好不好 你加入我的 Light Hat小老鼠DK525R 裡面也很多錢 我盤中會發很多口訊跟你做一個互動 那我在節目裡我會帶一些教學和所謂的心態 4563的百德 5468的凱鈺 3321的同態 我知道你沒聽過 你又要跟我說你沒聽過 你什麼時候聽過 能率的時候你聽過嗎 隱翰你聽過嗎 太公說你聽過嗎 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雙紅旗紅 你不要一天到晚在AI 我前面跟你提的那個 所謂的紅海小兵啊 你有留意嗎 你知道今天很多股票 飛出去 不要說今天的正位已經七字頭了 你有把握好嗎 DK的股票池 他在四十幾塊 五十幾塊的時候就出現了 這4563的百德啊 你知道他跟什麼同一個族群嗎 最近好像有一檔很紅叫羅生 他也是跟能率同一個族群的 IC設計啊很多很多 我等一下後面帶給你看 我先送你的三檔股票 怎麼做你好好規劃 我前面先提到這個3062的建案 紅海小兵冲鋒陷陣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我幫你畫的線 我有沒有幫你做規劃 做規劃下來 你拿你的手機跟你的電腦 你回去看一下 這個價位大概會在哪裡 我曾經兩個禮拜前 我在節目有錄影 我說這不貴啊 你聽不出來嗎 你聽不出來嗎 你有沒有做規劃 你有沒有做執行 我就今天問你買好了 買好了嗎 今天插兩檔撞漲停 委判雖然只漲了一塊多 但是大步離開我們的成本 第一次 我講幾天 我說我要成為市場第一個獎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我說剩下你的執行力啊 閃跌就是閃漲 對就是說你 我親愛的兄弟同志好朋友們 我們最近聊天 真的很可愛哦 你不要想閃跌 你通常閃到漲 你想閃跌 你通常閃到漲 我沒有在預設立場 我沒有在僥倖心態說 這個大盤兩萬多就要崩盤 那我們在場內 這麼專業的算什麼 有時候我就要提醒你們這一句話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我們是有做規劃表 你覺得這個很貴 300多塊 好 其實我260 270 我就跟大家聊了 280 再聊 最高950 我跟你說 這是叫什麼集團 華碩集團 太貴好 太貴我們不要 5468 凱玉 天吶 19張 這量也太少了 好 我知道 大家都會很閒這些東西 我覺得也 無可厚非 量少本來就不好進出啊 但是 你要不要看一下羅生 三個禮拜前的量多少 能率一個月前的量多少 等下我給你看一檔叫光環 你知道他在那個價錢的時候 量才多少嗎 量少沒有關係 有時候你喜歡躲起來做沒有人會阻止你 我 隨意畫的兩條線 好不好 我就是要講隨意 因為你的線跟我的線不會一樣 不會一樣 你寫量太少 我們下一檔 這個量 好像也不多 來 你看看我畫的這個 規劃線 這樣可以嗎 兩萬多點你不是嫌高嗎 你不是覺得很多股票都在天上 你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沒有逼你做台積電鴻海 聯發科啊 我沒有逼你做四星KY 雙紅旗紅漸轉 我也沒有逼你做技嘉 沒有逼你做台光電 雖然我昨天有稍微帶一下 今天只有平盤 還有那個漸龍昨天提的 有稍微 漲了一點 羅生就不要講了 連續三根漲停跳功 今天也不過一千九百多張 不要騙我了 你買不到 你買不到 那個量在三個禮拜前 極其可憐 就因為一個題材 碰到所謂的人型機器人 所以百德就不會遇到人型機器人 我沒有講 我沒有講 你自己去聯想 做股票要想像力 它是很藝術的 不是用等益比跟EPS 還有什麼股價淨值比 那個不是不重要 它不是最重要 基本面不如一碗泡麵 不是我講的 我聽了我每次心裡就笑了一下 你講的真好 講的真好 這個今天漲停板 我這個亮光是什麼意思 你自己想像 你自己想像 我這麼 這麼堅忍堅毅 這都快兩年了 是的 是的 做股票 是的 那你說這個只是 衛星 好不好 那核心也蠻困擾的 困擾 盤好久 其實這邊就動了 這邊就動了 這邊還有所謂大股東賣股 我前面有跟大家聊過 這跑掉你不要追 DK還很多 不是很多張 我說我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股票 在我的股票池一樣 你儘快的加入小老鼠 DK525的群組 我互相呼應 在盤中的時候 我會跟你帶一些 發動的股票 好 這剛剛提到的拜德 141張 我剛剛前面說送你三檔股票 我就解給你看 解你看 跟隱漢 你知道隱漢 去打開來看 這都結束交易了 羅生 撈出來 沒逮到 沒逮到 但是在我的股票池 我有看著他 你有興趣嗎 你要買在別人還沒有發現 你不要每次人多了就要進來 這U741張你先很少 你到底要買幾張 50張 這一檔50張 你錢那麼多 錢那麼多不要做這種 不要做這種 股票是要等 要佈局 要有信念 5498凱回今天亮燈 尾盤接近尾盤才亮燈 鎖了兩萬多張 這盤中我貼著還沒亮燈 我很少跟你談基本產業技術 我只跟你談怎麼交易賺錢 你有聽到我跟你談他們做什麼的嗎 我知道他做我當然知道每一檔後面做什麼 我當然知道啊 這上游的材料 PCB 我當然知道 我是分醫師啊 我知道 但是我需要跟你講那麼多 你消化的了嗎 你真的要聽嗎 我在盤中 開槓桿的時候 你再跟我講 EPS多少錢 本益比幾倍 我真的會把 投給你 不要鬧了 我是交易的戰士 我在裡面工房的時候 沒有在拿錢開玩笑 你要快一點 他快你就快 他慢你就慢 五四九八的凱威 這個我前面好幾集的 目前有跟你提過 你如果有追蹤我的節目 收看我的節目 這些是錢 希望你都有做到 這才叫底部起掌 不要再跟我高檔盤一盤 然後又上去那個叫底部 那個叫三腰 什麼底部 不要亂講 節目尾聲 因為週末了 要開開心心的 你有興趣嗎 我永遠幫你準備好 我的股票池 我都在做功課 我都在做功課 為什麼要遮牌 這是什麼 我為了讓你要快快賺 所以我們腳步放慢來 剛剛那股票不多嗎 我一路上來的股票 你專注幾檔就好啦 賤漢 榮心 達能 你有做到嗎 對不對 不要說我們還在飛的 還在飛的 那凱威還在飛 還在飛 可是 講給別人聽就 幸之缺缺 什麼啊 我們還是做散熱族群那個好熱的 三五萬張的那種好不好 你去啊 沒有關係 DK的風格就是在這裡 很安心很安全的稅 3萬點 5萬點也一樣 好不好 這個我下禮拜一盤中的時候 我就會公佈在我的群組裡面 小老鼠 DK525 你快一點加入 我就會告訴你這隻叫什麼 便宜嗎 這個糾結可以嗎 這頭已經伸出來了 這個頭已經伸出來了 你又是沒有聽過 六十幾塊 你現在不就聽過 禮拜一就聽過啦 我剛剛前面沒有提到的 你我講了 你不就聽過了嗎 跟聽不聽過有什麼關係呢 好不好 不是 你沒聽過的就不叫股票 不是 放下你的成見 最後 週末了 我喜歡寫這些 為什麼 盤中在做 戰 在做攻防的時候 我們在戰鬥的時候 我們心裡都保持一種 念 我常講啊 你有收看DK的節目就知道 我不拿錢開玩笑 從不 而且我 嚴肅 為什麼 嘻嘻哈哈的 怎樣又怎樣 沒有僥倖心心態 客觀中立 你的紀律超重要 一次做好一件事情 注入邏輯 往返思考 給自己的承諾 你不要單止隨便掉 你不要看到了沒有做 明明有追蹤付出努力沒有做 看對不做 比看錯做錯還怎麼樣 來自己回答 我前面有講過 了解 虧損的本質 學會控制虧損 這兩件事 你必須了解虧損 剩下就是贏了 這樣就是不違背 邏輯啊 如果你喜歡DK的節目 把它看完 好不好 我常常會跟大家講這些 周末愉快 記得加入DK的群組 小老鼠DK525 我們下周見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 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神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中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哦 訂閱理財 播放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